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在这个排名里面 东北人根本就排不上前三 头几位是谁呢 咱没必要说了 但就是讲啊 东北自以为能喝的这件事 其实现在好像全国都知道了 不过我是这样想的 善饮这件事情呢 它是一种愉悦 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生活选择 不管你喝的这个酒的这个量 还有这个速度 到底能不能在全国排上数 最起码呢 在我们饮酒的时候 有一种愉悦感 这可能就是喝酒的一个真谛了 不经常有这么一句话吗 说吃啥不重要 重点看跟谁喝 我觉得喝多少不重要 重点在于情绪倒霉的 在东北喝酒 情绪实在是太重要了 闷酒喝不了多少 很容易醉 开心的酒 愉悦的酒 欢乐的酒 喝多少都觉得自己没醉 但是第二天就难了 所以在东北有很多关于喝酒的段子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非常流行这么一句话 说我喝酒谁也不服就服强 是吧 这样的段子特别的多 不过呢 前两天我在读诗的时候呢 突然看到了李清照的一篇念奴交 萧条庭院 这首词的前半部分是这样的 萧条庭院 又携风细雨 重门须避 重柳交花寒时尽 种种恼人天气 显韵失诚 福头久醒 别是闲滋味 争红过尽 万千心事难记 这里边有这么一句 显韵失诚 福头久醒 我一看这块 我觉得这个写的非常非常的形象 福头酒 那你们喝完酒什么都不服 就服墙 你觉得你服墙好像很牛了 你看人李清照 服头 那酒得多厉害呀 连墙都不服 扶着头 就脑子都晃得 迷得都不行了 晕得都不成了 就睁不开眼睛了 是不是 我看这里边的介绍呢 讲这个福头酒是一醉的酒 都觉得确实这酒挺厉害 但很快我又读到另外一篇 另外一篇叫什么呢 一颗福头酒 红橙谢玉湖 十分战甲拙 炼艳满银鱼 捧出光华洞 查看气味疏 手中吸虎泊 舌上冷啼湖 平里有时尽 江边无处孤 不知崔太守 更有寄来无 这篇诗 是白居易 早饮 胡州酒 寄 崔史君 我们在这两个里面 都看到这个福头酒了 但是 我们看白居易的这一篇 里面这个福头酒 就觉得这个酒的酒劲 应该不会特别大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人喝酒 他那个酒啊 不太像是现在我们讲的这种 白酒 动辄 四十八 五十二 五十八 六十 甚至有七十度的 哪怕是三十八度的这种 被称作为低度酒的酒 都很少 过去人喝那个酒 他不是很高度数的 也不是什么蒸馏酒 特别是唐朝的时候 没那玩意儿 所以这么一想一下 启发我了 所谓的福头酒 他不可能是那种特别烈性的酒 而且假如是那种特别烈性的酒 白居易的酒量那么好吗 把这瓶里边都喝光了 还想再买 没处买去 而且一大早上就喝酒 酒磨子呀 东北话 酒蒙子呀 是吧 酒鬼啊 酗酒徒啊 白居易明显不是 李清照也不是 早晨起来喝酒的人 这有的时候是个人选择 我还是说这个人生活习惯 但一般情况下 早起喝酒不是一个好习惯 那这么来看 福头酒就应该不是某书籍里边 某资料里边所介绍的那种 义醉的酒 那他福头酒到底是什么呢 带着这个小小的疑问 我去查了一下资料 结果不查不知道啊 查了之后我才发现 这福头酒的讲究好多呀 既然大家都是东北人啊 在东北呢 有很多喜欢喝酒的朋友 那今天呢 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 这个福头酒到底是什么 那说起这个酒 除了李清照的这个词里面有之外 像杜牧的醉体五绝啊 呃 里边也有这样叫醉头扶不起 三丈日还高 但是回头我觉得啊 这个这个 嗯 我觉得这里边他他其实说的未必就是 福头酒啊 就是因为你喝多了以后 你倒那块你起不来吗 这是这意思吗 可是假如顺着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思路 我们再去看别人的作品当中啊 诗句当中提到福头酒 也有一些让我们纳闷的地方 比方说宋朝的贺著 他有一篇南歌子书与池塘剑里边 就提到了这么一段叫一醉福头酒 难逢敌手棋 哎 这里边不也说这个福头酒一喝就醉吗 这到底是咋回事 福头酒到底是啥酒 喝完了到底是容易醉还是不容易醉呢 那么我们首先就得知道福头酒的意思 假如您看到这个福头酒的理解 是觉得福头酒是在描述着你喝完这个酒之后的反应 那么您的理解就和我们之前在网上查到的那种福头酒是容易醉的酒 这个理解是非常接近的了 你看因为他醉啊 所以你要用脑袋服他 可是呢 这个用脑袋服他的话 为什么还会出现李清照的那些文章里边 这福头酒喝完之后酒醒 然后呢 会会出现白居易的那个文章里边 这个我喝了好多 啥是没有 对不对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于是有了另外一种观点 认为福头酒 他既不是在描述喝完了这个酒的感受 喝完了这个酒的反应 也不是某种酒的名称 明白吗 他既不是我们现在讲的什么 闷倒驴啊 啊什么这个迷糊酒啊 诗身酒啊 等等等等 不是那种酒 不是假 喝完了他的这个感受 也不是某种酒的名字 因为 在我国古代的这些诗词里边 所谓的这些某种酒的名字的名字的名字 一般都是原料 产地 或者酒的样子 或者是指这个酒子的形状 颜色等等等等 或者是喝他的这个时间 喝他的场合 他的作用 喝他的日期等等等等 比如说啊 有米酒 有豆酒 有昌浦酒 对吧 这是讲这个酒的原料的 还有呢 讲这个产地 说洛阳酒 鱼航酒 是不是 还有呢 是说这个酒的色 比方说灰酒 珍珠红 就包括今天我们说 那个红葡萄酒 白葡萄酒 其实那玩意不就葡萄酒吗 对吧 但是我们就管它叫红酒 甚至有人坚定的认为 红酒就是那个甘红 连红葡萄那种甜的 半甜的都不算是红酒 你这个理解你就很难 很难说清楚 你跟他也说不了 那么我们再说 说这个饮酒的各种形式 你看有的酒呢 叫做寒食酒 有的酒呢 叫重阳酒 有的酒叫图苏酒 啥意思 寒食节啊 清明节之前的那两天 喝的酒 重阳节喝的酒 还有那个过大年的时候 喝那酒 是吧 这些都是讲这个喝酒的 时令的 那代表这个喝酒时间 毛酒啊 毛时喝的 夜酒 夜时候 晚上时候喝的 木酒 下午时候喝的 对不对 然后讲这个饮酒的礼 像什么 送别酒啊 和欢酒啊 交杯酒啊 和锦酒啊 等等等等 还有呢 是表明喝酒的目的的 安神酒 宽心酒 那么我们说的这个福头酒 到底属于哪一种呢 其实 我们认为啊 这福头酒 是表明喝酒的目的 福头 而这个福头不是说你福墙用手扶着那种 而是帮助你的头达到某种效果的酒 什么效果呢 看这个福这个字 福这个字 在这里面这个词啊 是 护 保养 保护的意思 古人呢 他以酒为药 以酒为乳 认为酒是有侧身扶老的功效的 包括中国非常流行的什么 药酒 喝的也有 抹的也有 对吧 在这个老年男性的习惯里边呢 还有泡一点什么枸杞酒啊 泡一点什么蛇酒啊 认为喝了这个酒之后 都能够帮助身体 能够更好 是不是 包括许多中药的这个 呃 那个 吃法喝法里边呢 都有药引子 就是拿酒往下送 这都是讲的 这个喝酒的目的 礼祭当中有一段叫舍役啊 舍役里边有这么一句话 叫做 酒者 所以养老也 所以养病也 说这玩意养生的 春秋尾 说题词 里边说什么呢 酒之言 如也 所以侧身扶老也 这说明啥呢 说明古代 人们认为用酒 来保养身体是可行的 而且到今天为止 大家说 酒少喝一点 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这个是共识 是吧 保养的一个共识 促进血液循环等等等等 那么 在古代 既然你能够保养身体 为什么不能保养头脑呢 为什么不能够像是茶一样 可以帮助消化呢 今天我们说喝那个淡淡的啤酒 它是有养胃的功效 是发酵的产品 对吧 而在西方 大家看不看 我们我小时候看的电影 特别不理解啊 就讲什么这个福尔摩斯啊 或者什么什么时候 就那帮人谈事总得拿一杯酒 或者有点什么 这个激动的事情 说先喝一杯镇定镇定 干嘛用呢 不是让你喝多 它是帮你镇静你的情绪的 所以这是功能性的酒 那么福头酒到底是干啥的呢 我们觉得它的功能 是用来醒酒的 古人有很多的讲究 晚上假如喝酒喝多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浑身难受 又困 又乏 好像感冒了一样 还有点上吐下泻 这个状态 在古人的语言体系当中呢 叫做成 也被叫做酒病 那么酒病 搁什么制呢 要用喝酒来制 所谓的解灵还需寄灵人吧 但是在古代 这有一个专门的说法 叫做解成 就是解掉你喝酒难受的这个状态 今天在东北有这么一句话 叫透透 喝完酒 你透透 就是你头天晚上喝多了 第二天你再喝点 这个对于你醒酒有帮助 有没有道理呢 有道理 有没有现实操作意义呢 确实有 作为一个多年喜欢酒的人来说 喝多了之后 第二天 如果你还能喝进去酒的话 稍微喝一丢丢一点点 确确实实能够帮助你舒服很多很多 但你一定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意志力 因为透很容易喝多 你一旦透多了 他比头一天晚上还难受 那这个说远了 咱们再说回来这个历史 《诗说心语》当中有这么一段话 就讲这个刘灵 那大家都知道刘灵 在传说当中 这是酒神嘛 对吧 说刘灵的妻子 置酒肉于神前 请刘灵住世 就是让刘灵上来 这个跟天神 那跟这个上天对对话 说你发表一个愿望吧 这刘灵说什么呢 十六个字 天生刘灵 以酒为名 一饮一壶 五斗解成 明白啥意思不 我这一喝 我就喝那老歇 然后第二天喝多了之后 我用那么些酒来解我喝醉的这个状态 著名的作品《桃花扇》当中 有这么一段话 是写一个什么情节呢 这个主人公侯朝宗和李湘军最后入洞房 不是说最后这个顺序 是喝多了以后入的洞房 第二天早上 杨龙友过来喝喜 李真义就说了 说请老爷同到洞房 换他出来好饮福头毛酒 这个福头毛酒的意思就是 要给他们结结酒 结结成 所以这是原话 告诉我们什么 是福头酒 或者叫告诉我们了 福头酒是干啥的 福头酒就是那种 为了结酒而喝的酒 记不记得我刚才所说的 这个为了结酒而喝的酒 喝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什么 注意千万别喝多 因为一喝多比之前还难受 所以古人也敏感的注意到了这点 于是我相信福头酒 肯定要比普通的酒要轻 反而不是很多资料里边写的酒性很浓 我认为酒性非常轻 因为喝福头酒的时间通常是早上 头一天晚上喝多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难受 喝福头酒 再来看喝他的这个时间在什么时候 在卯时 大家知道古人把一天的二十四小时 分成了十二段 每段两个小时 这个卯时是什么时间呢 就是上午五点到七点 这么一段 五点钟到七点钟 古人就算是再乐意喝酒 这个点也绝不是喝酒 作乐的时候 他基本上就是行酒提神的时候 于是福头酒在早上时候喝 就这个行为又叫做毛饮 或者叫早饮 或者叫招饮 而福头酒呢 又有一个别称叫做毛酒 如果我们确定了福头酒的功效 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而往下退了 福头酒既然是什么解除 酒后难受病争而饮的酒 它就不可能是强烈的烈性酒 是吧 哎 我们推出这个之后呢 再来看一下实际的论证 唐宋时期 中国还没有用蒸馏酒法制成的烈性酒 也就是所谓的烧酒或者叫白酒 明朝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说 说烧酒非古法也 自原始创其法 其清如水 味极浓烈 李时珍就说了 说这烈性的烧酒是元朝时候还有的 大家再联想一下水浒传里边的情节 我们就更加能够直观的感受到 元朝以前的这个酒什么样 元朝以后的这酒什么样 我们先来回忆一下 水浒传当中的情节 最著名的喝酒是武松的三碗不过岗 对不对 那么水浒传描写的是什么时候的故事 宋朝时候的故事 是吧 我刚才说了 元朝以前中国人喝的酒是发酵的米酒 今天咱们在某些小店里边 还是能喝得到发酵的米酒的 许多南方的地区呢 也有发酵的米酒 朋友们 就那种米酒给你说三碗喝进去 我个人认为啊 基本上呢 稍微有点酒量的人都能喝进去 而且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既然他敢说三碗不过岗 就是说这个量 这个烈性 在大多数人酒量的承担范围之内 肯定你喝不了 所以才能体现出武松特别牛 到这来哭通哭通哭通喝了十八碗 是吧 然后强要过岗 当然他觉得自己狠行 到最后不还是喝多了吗 对不对 那酒就不还是在了吗 这是写的宋朝 我这么一讲 朋友们可能有点迷糊 哎 这个宋朝不也是说这个酒很烈吗 朋友们 您千万别忘了 水浒传的成书是在什么时候 元末明初 小说他没考虑那么多 他觉得就按我们明朝人 按照我们元朝人的这个对酒的理解来写过去 明白了吧 所以这个明朝的酒 他已经比较烈了 今天我跟你说 往那放三碗白酒 五十八度 来 给我咳三碗 一般人是不是喝不进去 所以这小说里边所传递的信息 到底是说这个五宋这酒是烈还是不烈 一想就明白了吗 绝对是烈的 为什么是烈的 因为这书是明朝时候写的 尽管写的是宋朝的事 但用明朝的价值观 用着明朝的世界观写的 对吧 所以明朝以前 元代以前的那个酒 很舒缓 而我们说呢 普通喝的酒都很舒缓 它的这个酒性都很慢 酒劲就不是很大 那么在清晨的时候 为了保养头脑 为了解除酒病 而喝的福头酒 是不是更加的和缓啊 对吧 很小很小的酒劲 喝下去呢 有一种非常畅爽 非常逍遥的感觉 我个人认为 这个啤酒的感觉很接近啊 喝一两瓶啤酒 这个爽啊 飘 觉得特别好 这个恰到好处的这感觉 所以白居易才会在自己的毛饮当中 是这么写 说毛饮一杯 棉衣件 世间合适 不悠悠 舒服 北京 他在这个醉银这书里边又写了 耳滴摘中 出过后 心头毛酒 未醒时 林峰 朗涌 从人听 看雪 咸行 任马 池 说的是啥意思呢 说的是他喝完酒 酒劲没醒的时候 他呢 还 这个迎着风 在这块朗诵呢 还能够骑着 骑着马 慢慢悠悠的看这个雪 到处去飘 在雪里边看雪景 朋友 那你说 他要是喝的 跟那个喝白酒 喝那老鞋 娃娃兔的那种状态 他还能有这个惬意的状态了吗 而李清照 我们开头写的那个 他说 险韵诗成 喝多了 都都都断片了 他可能写出那种诗吗 所以 唯一的答案就是 这酒 但 所以白居易才会 喝完酒之后 还能溜达 还能吟诗 李清照 也是借着这个酒劲 能够 用这个淡淡的酒性 来写这个险韵诗 你要搁今天 我才不信呢 我真没见过 哪个喝白酒 喝大了以后 还能创作出优质的作品